昨天傍晚,北京法院网官方微博称,海淀法院将于2013年8月28日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黎某某等5人涉嫌强奸一案 被告人黎某某的法律顾问南河则公告媒体,今天他们会正式向法院申请让被害人杨女士以及其他新证人出庭作证 南河认为,杨女士的出庭对案件审理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她是被害人也是非常重要的证人 但她的陈述里有几十处矛盾和错误与事实不相符,包括她本人的身份信息都是前后矛盾的 所以她不出庭很多事实查不清楚,她还坚定地表示要申请一系列新的证人出庭作证 通过阅卷和分析认为强奸事实是不存在的,做无罪辩护是坚定的,孟哥是有信心的 不过令人疑惑的是,同案被告人律师李宰科却称,并没有向法院申请让被害人杨女士和酒吧经理出庭作证 甚至没有申请让相关目击证人出庭 对此有网友提醒南河律师说,你见过哪个强奸案受害人出庭了 公诉案件也没有要求受害人必须出庭 因为在这种案件中,有些无良律师会故意问一些受害人难以启齿的问题 受害人也不宜出庭 有库娱乐播报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